就怕老公再被人勾走 阿勾手紧紧挽着李朝勇 或是拍拍他的肩膀 这对高龄版神雕侠侣 被平面媒体直击 提着大包小包坐车回家 证实两人感情 快速回闻 出席活动不止一次提起婚变风波 但总算能以轻松心情面对 就是因为阿勾最终赢回老公的心 外传两人靠着狮子惠好友帮忙 安排密谈上演复合戏码 反正我们两个现在 他会对我很好 这辈子不会再有二戏 只要那样倦鸟要不要灰潮 不过先前传出李朝勇开出两大条件 一是要周游的儿子放弃财产 二是要阿勾向他公开道歉 才愿意重修就好 引发外界猜测 难道是阿勾退让了吗 阿公母子两对复合细节都不愿多谈 在外传打动李朝勇回家的主因 就是周游把1.5亿元遗产统通通给他 不过双方对此都没有直接证实 只说是希望老后生活 能有个老伴陪伴 也让这出黄昏三角恋画下句点 记者有让衡李一纯才来报道